聽虛緩後 臺灣經濟的新機會在哪裡 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賴正義認為 政府有必要訂出長期計畫 帶領臺灣產業往前邁進 精神抖擻 參加一個又一個會議 他是賴正義全國商業總會理事長 經常到處奔走 為臺灣產業界發聲 自己也是創業家 最為人所知的是 擔任香菱集團董事長 以及韓碧樓酒店集團董事長 在觀光和不動產領域又獨到見解 疫情發生後 他多次召開記者會 呼籲政府要走對的路 比過去更加的生意即使他們的行業是更好的 新的生產模式也都改變了 這個都是讓企業經營上 大概可能在後疫情之後必須思考 必須去改變的 船運的成本也大幅的上升 過去可能實在只有做貿易 國際的這種非常大的量的這種銷售 但很可能現在必須要能夠轉化到每一個國家的內需的市場去 未來一定會是AI或是跟網路有關係的行業的 會這種人才會是越來越缺乏 也是越來越夯 那這些人才台灣政府應該帶動成立一個比較AI園區 觀光產業台灣也不能說完全靠外國人 你如何在台灣加裝台灣的觀光硬體的投資 台灣有那麼漂亮的自然景觀 你怎麼樣子能把這個自然景觀把它打造得更漂亮 政府應該訂出一個比如三年 五年 十年的計畫 帶領台灣的企業邁向這個方向 那我個人來講的話 我過去手機也沒有用這麼多 我現在發現到我在手機上的時間 一天要花兩三個小時 因為大家全部用手機在聯絡之前 這個是這幾個月我突然的轉變 眼睛痛 手臂痛 就是這半年之間我覺得很大的轉變 有些事不得不變 但有些事則是從不改變 我每天爬山 爬三十幾年 就像爬山一樣 要堅持下去才能看到美麗的風景 台灣產業界也需要更多有活力 肯堅持的企業家和政府攜手合作 帶領台灣產業開創出展新未來 華視新聞羅蘭林志全 劉俊南台北報導 我們請你們下次再見 炸動物 영幹活 到來 也是 感谢观看